大概在2000年以后 就陈水平上来之后 台湾新起诈骗 诈骗电话的行业了 很早就有诈骗的骗数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也没有搞得这么邪恶和花招 那时候陈水平是全台湾 一次全台湾洗劫诈骗 但是你不要怀疑 他不一定是民进党弄的 有可能就是KMT弄的 KMT里面的绿化的国民党 国民党搞出来的 因为我发现他们跟中华电信都是勾结的 都是勾结的 里面搞了很多诈骗坑蒙的东西 这些往事就算了 我当时我外婆曾经接过一次诈骗电话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 他里面有很多花招 里面那个诈骗电话有什么 稍微有点连接 台湾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了 应该也都接过 因为他要洗劫你台湾了 他要寻宝 他寻的是 我前面讲的孙中山的宝 不是蒋中正的宝 那他要开始在洗劫 那他把这些不是宝藏的东西拿来当宝藏来洗劫 难怪他的政权会慢慢垮掉 垮掉 那就是这样搞的 当时有很多花招当中其中有一招叫 猜猜我是谁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接过 我外婆接过猜猜我是谁 他的猜猜我是谁的方法 那个是大概2002年了 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接到的吧 大概我记得我在大学时候了 他的接法已经变糟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发样就发样就翻新了 他的猜猜我是谁的电话 一接听的话 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哭了 旁边还有一个男生很凶 打那个桌椅 一直在哭 但是又不讲话 那我外婆就说 是家喻啊 他以为是我表妹 一个表妹 在家喻 他就说 对啦 我是家喻啦 那我我外婆是生意 做生意的老生意人 马上就挂掉 然后打电话 到那时候是搬盖手机时期 很容易就没接 但是 当时还是我外婆 所幸是我表妹有接电话 我没事啊 你是接到谁的电话 那时候因为新诈骗 我小妹还说 你不要接诈骗电话 然后后来去报警 报警人家也没办法 你就算查童年记录 查谁 你看他也没有办法 那时候就没有认真要抓诈骗 起来了 看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有多可恶 那个时候不提了 虽然说陈水扁执政时期 但是我认为搞这件事情的是国民党当时那些人 底下那些要寻报 因为陈水扁想的不是这一块 非常的可恶 那现在这一出猜猜我是谁 一直在哭的 是谁打给谁呢 现在又有一通诈骗电话 是马英九打给习近平的 就是猜他在玩猜猜我是谁啊 你先前的喜马会 新加坡的时候 他是那一场面孔嘛 然后被骂 你是那你扶不上墙的时候 他也无所谓嘛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是绿的嘛 后来下来之后很绿很绿嘛 有一阵子很绿嘛 台独也下来之前了 台独也是选项嘛 然后之后又开始改口嘛 然后现在你看他这一次去 前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没有人要见他 只有见到那个省级的嘛 王沪宁也不见嘛 那现在出发之前 你看海外的那个中天 海外的媒体疯狂的在造谣 会了会了四月八号会面会面 一直在喊会面就不会 然后马英九一路哭着过去嘛 你看是不是那诈骗电话一打电话一直哭 你到底是谁 看到谁都哭 黄埔也哭 那个看到兵马俑 他也认识兵马俑 我也哭 看到阎皇陵 我也认识我见过宣元氏我也哭 然后 然后跑到长城 跑到那个什么 卢沟桥 他也哭 然后一直喊和平 可是我认为他到卢沟桥 他认为他自己就是西王八老族 那时印钦啊 看到此景此景 所以他一直在喊和平要退让嘛 中日战争他也要喊和平嘛 要跟王精卫一样嘛 他也哭 那你到底是谁 你是兵马俑 还是迎皇陵 还是黄埔的 然后现在要跑到万里长城 哭梦江女 万里长城哭唱长城谣 梦江女 你看到梦江女 你也哭 哭死梦江女 唱长城谣 一路哭 那你这个不就是猜 这个就猜猜我是谁 可是到最后你还是不认识周恩来啊 你不认识周恩来是谁啊 那我怎么猜猜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诈骗电话 他把习近平当那个国外婆了 他是那个诈骗电话那个女生了 然后一直不讲自己是谁嘛 那个脸色眼神很奇怪嘛 那个哭的方式眼神很奇怪嘛 旁边有人一直在鼓噪嘛 啪啪啪 那就是外围的媒体嘛 猜猜我是谁 哈喽猜猜猜我是谁 他有好几种变形的那个猜猜我是谁的戏法 这个粉末的老妖怪 老那个乌龟西王八 你在万里长城 不是你在那个卢沟桥的时候就露出你的本相 因为那个秦静 那个曾经有一只西王八也在那边看过 那个人叫何应青 你不认识周恩来没关系 你认识何应青吗 应该认识何应青嘛 签和美协定的那个 人家都说他可能是汉奸嘛 我猜你也是 不然你的你的那个触景不会跟他一样 那我猜猜你是谁 我猜得到啊 你是西王八 要求见 一定要接我电话 要接我什么 4月8号人家跑去见拉夫罗夫 见别人 把你晾在那边 在那边哭长城 你就 人家就是不是很想见 然后你又要见 如果是我是肯定不见 那看习我不知道 他一念之间 现在听说你看 我这边看了哈 说下午4点肯定登场 错过再等12年 地点时间都是玄机 共同来对抗西方 还有很多很多术语啊 这不就诈骗电话的那个脚本吗 我一看这上面你列的那么多 九二共识 各自表述 然后双方是巧遇吗 4月10号上午 农伦二国农了一堆密密麻麻 底下有几只那个王八蛋诈骗诈骗的 那个协作者 苏企啦 国正亮 还有这些人都是那个诈骗集团里面 其中的一些成分啊 至少是这个照片电话里面的配角 你是不是诈骗集团我不知道 但是配角是肯定的 因为你偏偏在鼓噪别人要接你电话 人家不想点破 人家是不想点破 这点是肯定的 但是他就装赏 所以我前面说的没错 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 开始打诈骗电话了 因为KMT已经没有政权了嘛 失去政权了嘛 不会再回来了嘛 核心都是那一些当洋奴有健体的人嘛 都是念那个新法的 前面讲过了嘛 全部都是吧 也不会再回来了嘛 那里面全部的所谓前面的所谓前总统 前高层 什么前党魁或是什么党的 一路到宋楚磊 前面讲的宋楚磊 当中所有人里面只有一个还可能有救的 那个人叫陈水扁嘛 我说他还算是有救的 其他人都非常的坏 成分一捏开来全部都是念那个新法的嘛 只有陈水扁想念不念 爱念不念的 他有时候因为讲这么多谎话假戏 有时候陈水扁还参集去真话出来嘛 曾经不是阿扁错了吗 统一也是选项要统合 然后曾经也有那个 不是我前面也讲过啊 我不当美国人归儿子 被美国人压的归儿子嘛 那是国民党逼他一路要 一路要承认 那个所有的当阳奴有健体的新法 他也派他儿子去弄 结果我前面提过出道那个情报 他想要 但是他心里还有一点 觉得你们好下流 他嘴巴不敢讲 然后怕你揭穿 他就把你他下台之后就抓他弊案嘛 提过了 你见马英九还不如见陈水扁好了 真的阿扁是里面唯一还有救的人 还有一丝的真诚 一丝啦 虽然我听你堂弟说你很小气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有一丝真诚 打诈骗电话去 已经堕落到诈骗电话的那个哭脚 对啦 我是孟江女啦 在长城那边 那个齐静明说谁 孟江女啊 在长城哭嘛 在长城哭孟江女啊 对啦 我是孟江女啦 你在西安在哭的时候 谁 你是兵马俑 对啦 我是兵马俑啦 可是唯独周恩来 你不认识吗 这个是通关秘语的 秘语的 习近平到底有没有着心魔 见不见你我不知道 因为下午4点才知道 因为从他这样子一路搞玄机 外面一路鬼叫代表他不想见 到最后会不会有你的无间道分子逼着他去见 我不知道 但是从那个行为就知道他不想见 是我外婆那个情况 爱接不接到底你是谁 到最后他是接完就挂了了 讲完嘉玉啊 对啦 我是嘉玉啦 我被人抓了 所以我说他离风也不远 我前面一起讲也没错了 也好他离风都不远 因为现在是属于发疯前夕 开始打诈骗电话了 在那边哭 他跟那个宋楚驴一样 打评电话是疯 陈水扁是差点被强暴嘛 对了 那个陈水扁的差点被强暴 你那个 我突然想到 你不认识周恩来嘛 那不晓得你认不认识蒋中正 那 马英九可能连蒋中正是谁也不知道 还不至于啦 但是周恩来是曾经被蒋中正信骚扰过的人 骚扰过的人 像宋庆龄一样 可能你也宋庆龄是谁也不知道 周恩来有被老乌龟骚扰过 有 证据就是 我曾经在那边 就是民国就是在两讲时期写的那个史书 里面骂供北的时候 唯独骂你周恩来 怎么有点口下留情呢 把他讽刺的很不堪 那个里面都是老乌龟指示说 你应该要怎么讲 那些写手啊 就按照老乌龟的意思去写的 去写的 那我从那治理行间 我一看就知道周恩来被扫扰过 原因是什么 他讲周恩来是一个花俏的男腰 那前面其他都是匪 从毛匪折冬一路到后面的那个都是土匪 都是 都是那个梁山好汉一样 都是土匪 全部是匪 都中间名字都加了一个匪字 唯一对周恩来没有直接说他是匪 说他是那个无耻的男腰 唱歌给大家取乐 然后还表演了金剧 曾经有谁听过他的金剧 这种人不会有好结果 那我可以从这个治理行间 回溯到他当初老乌龟是怎么骚扰他的 刚才你怎么骚扰他 看那个戴基陶就知道 因为戴基陶是我前面也提过戴基陶 他是周恩来的前任 戴基陶把位置让给周恩来 那戴基陶 我说过老乌龟抓过他的软弹 他的儿子 他的那个被他老乌龟挟持住了 戴基陶是乖乖听话接受的 那下一任一定周恩来 哎呀你也是生蛋之流哦 我要老乌龟的任务我提过了 捏住你软弹 那个我不是讲的周恩来可能觉得他怪怪的 讲话 这个校长在那个主任面前讲话都有点 有点怪怪的 你是讲一些神仙鬼怪的话 你到底干什么你不要碰我距离远一点 所以你看后来周恩来被各种方法去任命到其他地方当政治部主任 好像第七十几军嘛 第几军你自己去查了 还离开嘛 然后后来为什么跑去辅佐他以前的手下 毛泽东 跑票 退下来辅佐他的手下 这种情况就像是以前曾经有个女生 那我不要提那个那个故事了 我自己 那是我2001年的时候 2004年 2005年 那个时候的一个女生的故事 后来他从上海跑到跑回 那个湖南怀化 我根本没对他怎么样 完全没怎么样 是他自己 然后一直在说 我是他前任男友 那根本就不是 然后跑去找 他以前的那个 那个还Q 那时候QQ时代嘛 一个男的家我QQ 我说我不是他前任男友 他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不介意 然后他 那我说你到底是他的谁 那他是他邻居 很小就认识了 以前是他的养牧者 年纪比那个女生还小 这个情况有点像是 钟来跑过去 他女生为什么有这个心态 你知道了 他 怕我认为你离开我 你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为了安全感 他要找一个他熟悉的人 这你懂了 所以周恩来 会去 老乌龟一定说 你老乌龟 骚扰失败 一定是脸红耳赤 捏不到软蛋 骚扰失败 脸红耳赤 你呀 你真是个可怜的人 我从那个治理行间 我就可以反推你当初的情境了 真是个可怜的人 你呀 不认识你 谁才是你的主 你不认识谁才是你的主 你离开这儿啊 也不会找到什么好地归宿 一定是这种语调 在那边入到周恩来的内心了 然后赶快说 老乌龟讲的话是 是会成真的诅咒的 那我不会有好归宿 我要怎么样百分之百 摆脱这个诅咒有好归宿呢 那就是找我自己以前熟悉的人嘛 我的下属对我是最安全的嘛 那现在倒过来 你当我上司 我当你下属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就可以躲过乌龟诅咒 所以也难怪后来 老蒋流落到台湾的时候 让他的手下去写 所有的人的时候 唯独对周恩来的那个语调 他有两个人的语调都很快 第一个是宋庆龄的 他说国父以如此之尊 国父的那个太太 如此之尊 为何会投奔共产党 至今仍然是谜 至今仍然是谜 好 好 没关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第二个觉得怪怪的 就是周恩来了 一个男腰 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取悦大家 四处窜什么的 就这两个人的 我发现那个语调不同 其他的人都是肥 那就不用提了 那就不用提了 所以马英九不认识那个 他理所当然他也不认识宋庆龄是谁了 那你应该现在反正你也只是那个打诈骗电话的打那个骚扰电话跟诈骗电话的家伙嘛 我看你能骗得了多少钱吗 一个大骗子 连台湾人都不要他哦 你自己看那个前面那个这个 这个前面不是那个蓝白河 大家以为要河了要河了 不是那个郭台铭啊 一看到马英九来不速之客啊 我没有要你来 我没有想见你 就马英九一坐在他旁边嘛 不速之客啊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结果吧 我不是前面也提过了 不提了 中华民国的命运吧 连郭台铭都看出来 你是不速之客啊 那别人不点破的人 他就拼命趁过去了嘛 你看诈骗电话不就这样吗 你不点破 我就我就应赖嘛 你总有哪怕得到你百分之一上当的机会也好啊 你总要先见我啊 你才有百分之一上当的机会啊 他就是干这种事嘛 习最好 不要 你是如果是耳根子心意坚定的人就不要去接他 你是耳根子稍微还有一点被撬动的人 你就会去见他 但见不见影响也不大了 你看前面那个地震 大地震那个军机后来还一直来嘛 那时候国民党的那个 蓝绿啊 共同都说 对岸顾虑台湾人民的那个 说军机不会再来 凌军机率好高兴好高兴就第二天又来了嘛 说地震要顾虑那时候绿的也在说要顾虑台湾人民的那个感情嘛 连绿的都这么讲 那个媒体鬼吼鬼叫啊 好感情啊 那第四月二号开始嘛 四月一号愚人节嘛 四月二号开始 这就不要提了 那个马英九 你还不配当周恩来的那种粉色小生啊 你还不配啊 我知道他为什么故意说不认识他的 他心里就是 你会不会是我的同类 那种粉色小生你不一样了啦 哎呦你你你你跟他不是同类 你是王八类的 你是王八类的 只是你也会土粉而已 所以这个最后 马英九打电话给习近平的那个猜猜我是谁 一直哭 你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 阿里巴 孙中山的我不是讲过孙中山有个主 那个三民主义就是阿米巴 他不是见到 法国人 啊 自由平等博爱 见到美国人 我是三民主义 明有明智明想 见到北大学生 哈哈 我这是共产主义 所以现在 神中山的那个 羽腻 那个信徒 猜猜我是谁 诈骗电话 那就不奇怪了 你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 这个判证 不信息 我们